纳吉和老马的决裂 响起了改朝换代的号角 大马的政治格局 也因为两个人的决裂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么纳吉和老马的决裂 是如何改变大马的政治格局 老马为了扳倒纳吉 出了什么奇招 这期的特条 我们就继续聊聊 大马版的拳斗游戏 一马公司演绎 上集说到老马老丁组合 被吉吉像扫垃圾那样扫出门 那么这个老马身知 双手难敌四拳 加上老丁和老马的亲信 也需要地方安顿下来 和老丁商量过后 就在2016年成立的 不是很团结的土著团结党 成立团结党的过程当中 非常不顺利 作为首相大人的吉吉 只是社团注册局 处处为难老马和老丁 那么这个注册局是 内政部管辖的机构 那么内政部的大佬是谁啊 有请我们的老扎 那么老扎出处刁难老马和老丁啊 不让他们注册团结党 作为合法政党哦 当时候外界有很多声音 质疑政府操弄民主程序啊 那么这个吉吉也知道啊 这样子做啊 吃下有点难看了 就松口说 允许团结党成为合法政党 就这样 团结党就成了新诞生的政党哦 老马是党员一号 老丁是党员二号 三号党员嘛 有请我们的小迪出场 呃这个团结党啊 因为老马和老丁的号召下 迅速成为了有规模的政党哦 作为全马最亮的仔 小迪也吸引了很多年轻马来青年 加入了团结党 那这个党员人数啊 也达到了百万之中 有了招牌和规模啊 老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和吉吉掰手指哦 这个时候一个契机 摆在了老马的面前 当时候的2015年啊 没有人民的人民联盟啊 哇紧哦 那反对党内部士气非常低落啊 老安也因为吉吉的暗算 被打入监牢哦 作为老安爱人的旺姐姐 担起了责任 鼓舞士气啊 那据说这个旺姐姐 为了救出心爱的老安啊 前派小飞作为代表 和老马老丁谈判 组成岛吉吉大联盟 诶 为何旺姐姐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和当年陷害自己爱人的敌人谈判呢 因为旺姐姐深知老马是当时候 全马最有能力和吉吉掰手指的大佬哦 那为了心爱的老安啊 这个旺姐姐只能委屈求贤的求助别人 我们的老马正需要一股力量来扳倒 吉吉当时候面临瓦解的民联联军啊 正是马来西亚最有实力的反对党哦 那老马果然是专业的风向仔 答应了旺姐姐的加盟条件 旺姐姐也顺势提了一旦反对党 赢下了不成执政中央啊 老安就必须从监狱释放出来哦 诶 我们的老马 菊花一己 这心想啊 放出了老安 老安会放过我吗 但是扳倒吉吉又是需要反对党的支持 于是老马就追加条件 说他要带领反对党在第14届全国大选 成为领导人 扳倒吉吉 那这句话也非常的明显啊 老马就是要回国当首相 旺姐姐也清楚只有老马能够救老安啊 于是就只能答应老马 下一届大选 老马是首相的唯一人选 也正是因为老马的加入 反对党内部也开始分裂成不同的反应 老马的加入啊 让当时候的反对党内部啊 乱成一团粥哦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我们的球输 流天球啦 那么球输踢球可能射不进龙门 但是对老马的评价还是很准的 老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了 当反对党当成了纸巾 用了就丢啊 只可惜球输和林大雄的关系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的球输啊 也就被勒令少说话 为了大局着想啊 反对党内部也是很有默契的把老马过去对他们的种种迫害啊 先塞在床底下哦 此外不是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内部啊 也有基层反对 不过这些基层啊 被林大雄的一番优化过后啊 基层也就遵从党领导倡导的大局 与此同时啊 另一边家的老丁也和老马吵了起来 诶 这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原来老丁信不过林大雄那帮家伙啊 认为他们会拖垮老马和自己的复仇大计 老马解释到啊 这个时候加入反对党阵营是发展团结党的最好时机 用老马的话来说就是 那老丁也知道老马是有能力搬倒击击的 只不过林大雄的加入会分散官位的分配 用老丁的话来说就是 林大雄就是他成为首相的蓝鹿老虎 可能大家有个疑问哦 这个林大雄不可能成为首相 怎么会是老丁任向的蓝鹿老虎呢 那据说啊 在马来西亚想要成为首相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通常要任向之前啊 必须成为财政部长教育部长等要职哦 那么这个林大雄啊 很可能成为财政部长 所以老丁会忌惮林大雄的加入 不过扳倒击击是大局 老丁也没有说什么 也就支持老马的安排 时间来到了2017年的一个早上哦 那旺姐姐照常到监牢探望老安 但是这次老马也来监狱探望老安哦 老安的脸色瞬间大变 以为自己戴了绿帽 剧情有点扯哦 不好意思哦 那老马猫哭老鼠的何老安说啊 以前年轻不懂事 以为你在办公室偷喝红酒 还说你喜欢玩人家后面 那老安也知道老马只不过是做戏给他看 奈何当时候的老安啊 也没有办法带领反对党对抗 所以也就默许了老马 成为了反对党的领军人物 老安心里也明白老马 是当时候可以和击击掰手指的人选哦 而且当时候的老马也92岁了 老安心想啊 这老家伙也活不了多久啊 正所谓只有永远的利益 老安之所以原谅老马 也是出自于自身的利益而和解的哦 那自己打不过击击啊 就找人帮忙解决击击 这个大麻烦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那么这个老马也是个人精啊 知道老安是个小气的家伙 但是为了扳倒击击 低声下气也不在话下 大家都是演员 这些套路大家都心照不宣 那么老马之所以答应老安扳倒击击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是因为啊这不是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 非常强大 能在大选中文哪 四十二席不在话下啊 哎老马是怎么知道不是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 可以文哪四十二席呢 这是基于老马知道当时候的华人社会啊 渴望改朝换代 而且不是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 成为了当时候华人社会的唯一希望 加上当时的马华真的太烂了 没有办法争取华人社会的支持 华人社会的选票啊 在马来西亚可是非常关键的存在啊 那老马在当年的1999年 也是靠华人社会的支持 显胜大选哦 因此就很肯定 行动党会文哪四十二席 那不适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 可是当时候的当红炸子机 选票保证 所以也就受到了老马的青睐啊 那四十二席也就牢牢的掌握在 老马自己的手里 老安知道不是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 是自己的定海神针 但是为了扳倒吉吉啊 就默许的把不是很民主的民主行动党 借给老马 那么老马见细细的和老安 来个世纪大和解 这些场面对于演技满满的政坛老油条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那老马和老安默契的交谈以后啊 回家的路上 默默的盘算着其余的议席 要怎么搞到自己的手里 另一边乡的吉吉啊 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哦 那眼见小迪效应让许多年轻人支持老马和老丁的团结党 继续看一看自己手上的牌证哦 哎有了同为年轻人的小凯 成为了吉吉吸吸年轻人的王牌哦 在2016年任命小凯为轻体部长 在小凯的效应之下 吉吉的声誉才有所一点点的挽回 但是一马丑闻还是成为了当时候反对党攻击 吉吉的课题哦 那么为了自证清白啊 这个吉吉啊 一个挥手就把检察长给退休了 换一个鹦鹉成为了检察长 这位鹦鹉非常听话啊 那吉吉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啊 黑的可以说成是白的 那吉吉的账款也就变成了捐款 整个政府上下成为了吉吉的一言堂 有事之事都被吉吉给优化了 小凯老三和老扎都知道 吉吉的8月15不干净哦 只不过为了官位和权利 装傻充愣是常有的事 所以说啊 想要在官场混啊 老板的错都要假装说成对的 那社会许多声音都被禁止哦 大家只能假装曾经在吉吉 营造出来的美好生活 为了让嘈杂的声音彻底停下来哦 这个吉吉啊 也花了重金 雇用了很多键盘侠 为自己洗牌啊 试图转移公众对一马丑闻的疑虑和质问哦 与此同时啊 我们的吉吉专程开飞机到美国 请教了川普如何当个电视名人 诶 大家可能就奇怪了 为何吉吉要大老远的跑到美国请教川普呢 原来啊这个吉吉知道自己的名声不是很好啊 但是怎么洗白都没有办法让公众对他的印象加分啊 那这个川普啊就传授吉吉说啊 说话要简单直白 最好要没有脑 挑动民众的情绪 这样民众就会喜欢你 之前你做过什么事情都会被合理化 最好把自己营造成是被迫害的 博取选民的同情和选票 诶 吉吉有瞬间被启发哦 甚至选民的投票倾向啊 更多是出自于情绪化和非理性 回到吉吉专播后的吉吉把改变了策略哦 积极争取上电视节目和年轻人对话 试图营造亲民形象 进步首相 但是一马丑闻确实有太多的空间 让反对党挑动选民的情绪哦 加上反对党在挑动选民情绪这方面啊 还是很有经验的啊 所以吉吉在这方面的确是欠缺经验哦 选民一直对国阵政府的不满 也不是最近的事情啊 反对党找到了突破口来鼓动民众的情绪 推翻吉吉 所以吉吉也只不过是身不逢时 遇到了改朝换代的风口 那吉吉会搞到置半田地啊 也和他党内那些牛鬼蛇身脱不了关系哦 要不是他们过分索取国家资源啊 人们又怎么会累积对政府的不满 从而让反对党找到鼓动人们情绪的突破口 这也是人物九为九 每个人物都是被特调 我们下期见的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啊 为什么一个说话不带脑的人可以称为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真的是说话不带脑吗 其实这和人的情绪是很有关系的 政客很多时候说出的话真是某些群体不敢说的话 那些恐出狂言的领导人只不过是头七所好 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设计的直击选民的心 当他们得到选民的喜爱和支持 政绩灾难的政客都会有人继续在大选投给他们 就好像一个渣男伤透了很多女生的心 但是就是有很多女生喜欢 原因也很简单嘛 这是因为啊 这个渣男懂得挑动女生的情绪 女生也愿意为渣男的行为买单合理化 放在政客的例子也是一样 选民之所以支持那些政客 也是因为喜欢政客挑动他们的情绪 所以才会盲目的用选票 支持他们喜欢的政客